另外其他的一些比较不重要 但是还是不能忽略的补助员 就是河川的氾濫时候的补助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就是在浪费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台湾绝大部分的水是不是靠台风 没有台风台湾根本就不适合人物 但是我们现在台风暴雨的那些水 都想办法赶快把它排到海里面去 所以我们每条海水道都把它煮得又宽又深又实 这个影响是让环境很大 比较显著的一个历史 可能各位比较有听过 基隆河解湾取石 基隆河是淡水河的一条石流 那以前基隆河流域都淹哪几个地方 各位有没有概念 细子 另外一个是摄子 摄子是基隆河注入淡水河的地方 那个地方当然会淹 淡水河水河水河水会太高 基隆河没有办法注进去 它就淹在那个地方了 那细子 不明思义 那是基隆河赶潮河段的终点 赶潮河段的终点 所以那个当涨潮的时候 海水是会一直这个影响到汐齿这个地方这么远 所以赶潮河段很有时候它会怎样 河川的流量在有时候是什么 因为那是什么 反而是逆流 所以你下大雨的时候遇到涨潮 那个水就会激在那个赶潮河段的终点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当然就淹水 但是这些常淹水的地方 那后来他就是说 好那我就把那个基隆河拉直 拉直之后它排水就比较顺畅了 就比较不淹水 诶果然这些地方就淹水的情况就改善了 基隆河沿岸现在都淹哪里 淹根上面的南港跟内湖 所以这几年台北如果有淹水抱的都是内湖南港 这是基隆河的更上游的地方 那为什么 结完起死之后 那个水很快就流到淹水河 但是淹水河太高了 所以他就堵回来 他就堵回来 堵到那个堤防的缺口 以前南港内湖不常淹水 所以那个堤防没有干那么高 所以现在很快的就堵回来 一下子就堵到这个内湖南港 就越过那个堤防 所以从那边我们就看出来说这些水利战位 他是用很粗鲁的方式 很粗暴的方式在看待台湾的这些有生命的河川 那他这么快把这些水排到他里 他停留在这个地面的时间就减少了 他以前是什么 慢慢流 然后洪水来的时候那就氾濫了 在整个冲击平原 他就淹水了 淹水那就慢慢的渗到地底下去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机制 那你现在一下子就一小时之内就将他抬到海里面去 他就没有机会来做这个补助 那包括说在河川抬水的一些环节点 通常在中游 他会天然会形成一些悲惨 因为就是经常淹水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 那圣水性虽然没有那么好 但是水一直在那边 他慢慢还是会入圣 这些东西都不见 那也包括这个渠道的水泥化 前一阵子我们跟那个水利单位 在那边辩论 人工湖 水利单位现在都学我们环保杂比 人工湖这个概念是环保团体在办 美容水库的时候提出来的概念 他就把它拿去用 因为他现在水库 可以盖水库的地方越来越少 但是他还是要做工程 所以他现在就想了一大堆人工湖 要去做 那云林跟彰化现在有好几个人工湖要做 因为他已经有觉悟到 福山水库盖下去 逸臣一定会继续下线 他现在私底下他不承认 公开他不承认私底下他知道 所以他又提了将近一百亿的一个计划 要去做人工湖 要去一样为了高铁 那前一阵子 就是为了那些在彰化跟云林的人工湖 我就跟他讲说 你们盖这些人工湖根本没有效 没有效 他盖在哪里 盖在扇顶的地方没有错 但是他是盖在 左水溪的高滩地 他引左水溪的水到那个高滩地 那他会假设说 我从高滩地这边注水下去 他会渗到这个汗水层 各层去 我说不会 高滩地的水注下去 所以又流回左水溪 对 等于再驾驾嘛 你煮了那个土地 从左水溪 千般百计的去染了一些水 注到这个人工湖 又流回左水溪 对 那我就跟他提一个替代方案 我说不用花那么多钱 你把那个钱 拿去补助水利会 把那个八宝浸啊 四载贝浸啊 水泥通通打掉 那个补助的效果 就是你这个人工湖的几十倍 他在流经那个冲击山山临地区的那个地基补助学的时候 他就 那个我在假语里面有提到 甲鸡一鸡临鸡 甲鸡就是 从二水一直到西中 云林那边是林内到西螺 这个浊水溪的河道 这个是甲鸡补助区 就是 陆盛最强的地方 以及就是在这个河道以外的冲击山山临的地方 所以过去台湾很多这个传统的农业灌溉渠道 事实上他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下水补助的角色 因为他非常绵密的这些灌溉渠道 那以前没有水泥化的时候他是用气死的方式 所以在云水的时候他就留在这个冲击山的山顶 慢慢的入圣下去 所以会增加这个入圣的效率 那现在呢整个群道都水泥化了 水泥化 中科事实上也是会加速地层下限的一个开发案 第一个他抢农业用水 抢农业用水 那些农业用水还是来自于极其兰而言 所以 他一定要增加对于极其兰而言的剥削 那现在 那现在 实力单位剥削佐水溪到什么程度 各位有机会真的去看看我们台湾的母亲河 佐水溪现在的羊子 很凄惨 特别现在冬天去看了 就更凄惨 没有什么水 但是极其兰而言 冬天还在兰水 冬天枯水期的时候还在兰水 那最夸张 我亲身体验最深的一次例子 在1997年 那一次我带了一些学生到极其兰而言 去罗勇抗议 那一次其实 之前又有一次裸体的抗议是去行政宴前面脱裤子 那个都是被陷害的 前一次我没有脱裤子 去奇兰而言那一次有脱裤子 还被屁股拍当 上了头版 为什么 那个事情 因为我们在地方版那个湖山水库的时候 媒体都封锁我们 因为水利单位花了很多精神去收买这些媒体 还有收买地方政客 所以那个八年八百亿 后来变成八年一千四百多亿 那个治水条例 分最多的是云林 云林的水患 其实不是所有现实最严重的 但是他分最多钱 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在盖湖山水库 水利单位要收买这些地方政客 那媒体被封锁 所以我们只要跑到台北 跑到别的地方去突破 所以去台北那是抗议是什么 抗议京都议定书 那是很愚违的 为什么抗议京都议定书 就是说 这个六清还有后续的国光石化 这个牌塑链干 它是会制造非常多的温室气体 会影响我们这个台湾 在这个温室气体的款式 然后 然后 湖山水库就是 为了这两个高温湿气体排放 而存在的水库 所以 迂回的方式 再提高湖山水库 好 去吉吉兰兰院 抗议那次也是为了 这个湖山水库 就是说 湖山水库会 重到吉吉兰兰院的固寸 所以 那时候我们就 这个 想去凸显这个吉兰兰院 对佐水库的伤害 那时候正好是那个洋鲁门被抓去关 的时候 那我们为了也是 代表我们 张云地区 佐水库的子民 对他的这个尊敬 深远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白米炸弹客 炸毁 吉吉兰兰院的那个场景 剧情这样子 所以我前天晚上就跟学生在那边 实验做白米炸弹 不是真的可以爆炸 就是要有那个媒体效果就是 记者要拍出来有那个好像爆炸有火花嘛 结果发现我们技术不好 只有这个一阵烟这样子 都没有火花 那我们就很头痛 这样子拍出来画面很难看 那个贴补一定很小 所以我们就赶快补了一个罗勇的剧情 那我们知道罗勇一定有办法吸引媒体 所以就赶快去补一个罗勇的剧情 那决定要罗勇呢 我们就要去勘察场地 因为我是带学生去 这个要谨慎一点 要去勘察场地说哪边下水 比较安全 而且安全还包括说 不会被警察这个告 妨碍风化 所以既要罗勇 又不能在岸上就脱布子 然后我又知道 我们这些学生都不会游泳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 他踩得到底的地方 就很平安 可以下水 然后到一个 可以咽到肚子的地方 大家再把内裤脱掉 然后游泳的时候露出屁股 让媒体知道我们是真的有在裸泳这样子 所以我就前天下午去看 看好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适合 就正好符合我那个条件 因为我隔天去到现场的时候 傻眼了 那个地方离水面 有将近十公尺这么高 为什么 因为 中水局 所以 集集团队 管理群 知道隔天有很多媒体要去 会把他们冬天还在染水的这个事实爆出来 那时候是枯水期的末期 3月20号 照理想集集团队是覆盖蓝水的 结果他还是在染水 所以他连夜把那个水放掉 所以隔天去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死里的落差 后来我们知道 想办法用跳水的跳下去了 那因为我那些学生都 不会游泳 所以我就叫他们带游泳圈 带游泳圈之后就没有办法脱裤子了 所以最后只剩要我脱裤子 所以为了环境 真的大家要聊了一句 回来讲 这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最根结的原因 就是我们对河川的态度 错误 除了 小心 没关系 谢谢 谢谢大家